這一個案子我認為徐曉鑫還是有必要講清楚的是一件事情 他在裡面不是沒有角色 詐騙權的常見有融資上的需求 剛好徐曉鑫在回答這件事情的時候說 婆婆曾經跟銀行要貸款給這個所謂的杜姓 2000萬要求他 而徐曉鑫自己坦承說 他裡面有去協助處理銀行的利息 為什麼要特別去處理銀行借貸利息 徐曉鑫要回答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這一筆2000萬有可能是作為詐騙權融資使用 那你去喬銀行給你的利息優待是多少 一般人可以跟銀行喬利息嗎 那你今天徐曉鑫為什麼可以去喬利息 今天這個問題是他自己帶出來的 他有去銀行喬2000萬的利息 銀行給的利率是多少 有沒有低於一般行情 第二個 如果今天不是你名義代表的身份 你一般人喬得到嗎 銀行誰理你啊 沒有錯 所以徐曉鑫必須回答這個問題 我沒有回答這件事情 不停揉眼睛放聲大哭 徐曉鑫委屈倒在傅崑起懷裡 我真的也沒有 傅崑起不斷拍背摸頭安慰 一爆就是25秒 徐曉鑫哭得撕心涅肺 但一抬頭冷靜受訪 如果我的先生有懾弱的話 我願意離婚 只落下一滴淚 網友大酸連哭都不認真 眼淚都沒流下來 哭完之後眼睛沒有紅 直說是演技派 他要離婚 那他要跑去找傅崑起 哭倒在他上演哭倒在他懷裡 那社會就會去勾起那個印象是 唯一被法院判刑假離婚 確定的是傅崑起 那這樣的操作方式 其實對傅崑起來講非常不厚道 徐曉鑫多次炮口對準傅崑起 2020年國民黨審理傅崑起 恢復黨籍案 徐曉鑫在臉書列出 傅崑起炒股入獄 假離婚被判刑等罪狀 更在去年3月15號 公布選策會名單時 看到傅崑起的名字深感不滿 傅崑起委員呢 就像是潛伏在國民黨身上的一個病毒 時隔一年多 炮火猛烈的徐曉鑫 卻轉頭向傅崑起討報報 網友直呼太諷刺 那我自己人本來就是一個 比較真性情的人啊 就是哭也不是第一次的坦白說 所以我自己有好好反省跟檢討啦 就是說你知道女生很辛苦 生理起來這個荷爾蒙分泌 總是有時候會情緒比較激動一些 我想徐曉鑫委是一個非常優秀的立法委員 在過去對民進黨相關的這些錯誤 以及相關的這些弊案 都由徐委員啊全面把它揭發 我們相信徐曉鑫委員的情敗 這一出戰盡新聞版面 兩人過往恩怨上演戲劇性轉折 留給外界滿頭問號 三立新聞 劉盛審來台北采放報導 徐曉鑫的大姑跟他的老公呢 其實是半壁商喔 也就是這個虛擬貨幣啦 結果呢就運用一個公司來做洗錢 所以呢現在因為涉嫌洗錢 詐騙了2700萬元 但整件事情你說跟徐曉鑫有沒有直接關係呢 好如果沒有的話那徐曉鑫幹嘛要說謊呢 好請教一下觀點 因為徐曉鑫第一時間就痛哭說 我也是受害者啊 然後就跟大家說 跟大姑早就已經不相往來了 結果沒有啊被發現 你去年還是有密集的聯絡 甚至還有一些合作關係 甚至在徐曉鑫選舉的時候 那怎麼會說跟大姑早就已經不相往來了 欸 己所不義勿施於人喔 可是現在所有的反撲 全部到徐曉鑫身上了 我非常認同瑞德哥剛才講的 你過去是怎麼檢視別人的 今天當你自己的家人親戚 出事情的時候 所有的網友為什麼會如此自發性的 全部在漏搜 PTT帳號 過去的言論 判決書 全部都找出來 因為以前是怎麼搞的 以前只要一張照片 一堆人在一起的 無論是公開的場合 參訓的場合 只要有一個人被拍到照片 整個是被你批評到底 要求辭職下台 現在呢 你使出了四元切割刀 一切 兩切 三切 我先講第一切 第一時間發生的時候 徐曉鑫講法是講的 他說啊 他大姑啊 他老公的姐姐 認識這個詐騙男子喔 對 認識這個詐騙男子喔 然後講說啊 這個家人啊也是都被騙啊 不對啊 搞到最後 他大姑認識的這個詐騙男子 就是他姐夫啊 他老公喔 不是 這就是他老公 他講的大姑認識詐騙男子 就是他大姑的老公 大姑的老公就是姐夫嘛 他幹嘛第一時間講說 詐騙男子好像不認識 他大姑自己的受害者 這就是話術吧 第一時間就是讓大家覺得說 這個詐騙男子不是家人 可是其實很清楚了吧 就是自己的姐夫嘛 這第一切 第二切開始講說 我早就跟大姑沒聯絡了 可是現在被發現被踢爆嘛 到去年底還有合作 去年底還有聯絡 等一下我會一一講嘛 但細節不等一下再講 但關鍵就是 你在競選活動的時候 委託的公關公司 被發現在梳莊市等等這些事情 就是你的大姑擔任董事的公關公司嘛 怎麼會說沒聯絡 你切得太扯了嘛 再來第三切 我覺得最扯 我最不爽最不開心是這一點 第三刀是什麼 他直接講說 大姑跟大姑老公 都是偏綠的選民 你們都是民進黨的 可以這樣搞喔 然後還說什麼 他們還更怕我舉報吧 大姑的老公是騙子 讓你覺得很圈圈叉叉 他最後一招 出事永遠都民進黨的 民進黨的支持者 民進黨的黨員 民進黨的人 這一招你們用不膩喔 你什麼事情都可以 全部都是這一招 所以喔跟我無關 為什麼這件事情會疊個 摔得非常重 因為當以前人家只是合照 或見到面 你沒有任何證據 你可以把人家往死裡打 打到爆掉 然後你們的同仁 或者是你們的友軍 做貼圖騷擾所有的人 然後你現在呢 你自己的家人你可以切 另外我在講幾個啦 第一個 昨天那個當事情出現之後呢 許曉星淚崩嘛 他現在搞不清楚齁 他的大姑到底是被威脅 還是自怨 你看他的招式 跟他的講法 我先姑且不知道他講的 對還不對 可是重點在講什麼 他說大姑跟他是很遠的關係啦 他甚至在爆料大姑 被什麼他的丈夫家暴 目前準備進入司法程序 這件事情當然司法有在離心啊 當然不允許有任何人家暴 可是這個策略是為什麼 就是要撇清跟自己的關係嘛 再來第二個 許曉星現在撇清的招式 怎麼承民進黨 他說意思就是 他資料很多啦 黑資料很多啦 這時候丟出什麼 他說那個 我們民進黨的新竹市議員 陳建民啊 說男男積穩 就上禮拜那件事情 對 上禮拜是因為女生出來講沒事嘛 然後並不是所謂性騷擾嘛 結果現在進一步爆料 說你民進黨你看 你們的議員男男積穩 吼要營紹出民進黨很亂的樣子 說真的啊 跟本案有關嗎 一馬歸一馬嘛 好 就算不可能我一馬歸一馬 你要扯在一起我就跟你扯在一起 結果現在被發現了 陳建民那個所謂的他 他爆料的男男積穩的另外一名男生啊 是國民黨的新竹市議長許修睿 你們的議長許修睿 這像是個爆料嗎 這一旦就是朋友鬧著玩的嘛 所以這是今天他又再度拿這個東西 上禮拜四明來轉移交流 這轉移嗎 你要不要再轉移 王毅川前幾天被你正好捨吻 還捨吻 那個畫面超噁心的 我不是在想通話 對嘛 好 再來 再來第三個 王毅川跟誰捨吻 李森浩 李森浩 對對對 因為李森要搶吻 再來第三個 接下來講說你看喔 婆婆也被騙兩千萬 然後許小新喊說 丈夫的養老金被騙 那個時候說他是受害者的感覺 對 甚至用開槍威脅我 這我都理解 你身為是受害者 未來在假設有被調查 還是社會當中 你講清楚就好 可是如果你今天用這種方式切割 你以前怎麼對別人 所以他剛開始的時候 可能只是想要把這個大姑 跟大姑老公一起切割 後來發現被大家找到說 他跟大姑去年還有合作 所以沒辦法切 所以現在只能切大姑的老公 對 他就一層一層切嘛 那當現在把大姑的老公 跟我大姑 未來可能會離婚 可能有家暴 這樣子做切割 就變成不關他的事 可是一刀一刀切 我剛才講了多少謊言 你可以一開始講說 這個杜姓男子 現在發現不是 是你姐夫 對 這樣子的關係 會讓人家覺得 你在欲蓋彌彰嘛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他第一時間說 那個杜姓男子 要朝他開槍 還說我去幫你開槍 是 都可以喔 是 這個時候講的 他都沒有說他跟這個杜姓男子 原來就他大姑老公的身分 這就是我剛才講的第一切 來 菊姓講的關鍵 我們來看一下原文怎麼講 他說 喔 大姑認識一名杜先生 對 杜先生 以投資公司名義 跟他婆婆借兩千萬 一毛都沒還 幾乎把自己 夫家的退休養老金都騙光了 杜男態度非常囂張 甚至開槍威脅我 菊姓 講到現在為止 這個杜男像是什麼人 陌生人 陸人 跟講卓先生意思一樣 可是這個人就是他姐夫啊 照片早出來了 如果按照徐曉星的說法 應該跟這個大姑是兩年都沒有聯絡 但現在發現事實不是如此 那大家就很懷疑說 那徐曉星為什麼要第一時間 要管個彎說謊呢 我覺得徐曉星他可能試圖切割 但是沒想到烏南宮實在太厲害了 就是說他把網路上面 現在走過都一定留下痕跡 一開始徐曉星為了切割說 這個詐騙案跟他無關 大姑兩三年沒有相往來 後來朗東去找到說 在選舉前 有用他的這個公司合作 還辦活動 還找到網路上的資料 那後來就看到 徐曉星改成用哭的嘛 就是昨天看到他哭在那個 扑棍起來懷疑 那進一步 我們看到朗東還去找到說 不是完全沒有互動啊 連今年農曆年 今年農曆年2月8號到14號的期間 這一個他的大姑 回到屏東的老家 也就是徐曉星的夫家 這個時候呢 他們還在跟他的婆婆一起看劇 看這個小神故事多 他就找到這樣的一個網路資訊 可是徐曉星是說他婆婆說 大姑是全家的頭痛人物 那如果頭痛人物的話 不如年回家吃給他飯 好像還是合理 重點他還給他起贊 許曉星還給他按讚 被這個朗東找到說 你們還一起按讚 2月10號 他們這個 他大姑晚上在屏東吃汕頭火鍋 徐曉星還用他私人的臉書去按讚 這個都有圖 其實有圖 應該說他搜證非常完整 他不是只有描述 他還把那個按讚的圖也找出來 他去吃汕頭火鍋 說他的大姑也就是目前被搜壓的 這一個犯罪嫌疑人 他徐曉星還在上面按讚 那另外一個是徐曉星現在去切割說 他大姑或者是他的姐夫 好像都是綠營的支持者 怎麼可能 你看這下朗東去找到了 在朱學恆性騷擾的事件裡面 徐曉星一開始去講說 感謝 有點像是對朱先生表示感謝 那這個時候網路當然沸騰 就很不滿說你根本沒有是非之心 大家開始罵 罵完之後被朗東整理到 這一個目前他的大姑 詐騙的嫌疑犯 還在臉書分享了力挺徐曉星的內容 如果他是綠營的支持者 會去挺這種朱學恆性騷擾案件 然後徐曉星還幫朱學恆講話 被社會罵了之後還去瞎挺嗎 不可能嘛 所以你懷疑也是要切割嗎 應該徐曉星在這裡面 試圖切割他大姑 試圖切割他姐夫 但是這個切割是無效的 全部被朗東整理出來 整篇文章有圖 相關的截圖當證據 同時 這個案子我認為徐曉星 還是有必要講清楚的這件事情 他在裡面不是沒有角色 我們職務上面在律師在辦案件 有關詐騙或者是洗錢的案子 很常見就是我今天為了要去騙人 我集團需要先融資 我需要先拿一筆錢 才能用略施小利的方式 去讓人家陷於錯誤 才會更給錢 所以用一點點力 所以他們有融資上的需求 詐騙權的常見有融資上的需求 剛好徐曉星在回答這件事情的時候說 我們家也是被害人 她婆婆曾經跟銀行要貸款給 這一個所謂的杜姓 或者是目前被收押的大姑的家人 2千萬借了他2千萬 2千萬要貸他 這筆錢其實是像融資的錢 而徐曉星自己坦承說他裡面有去協助處理銀行的利息 什麼叫處理利息問題 有可能我要這樣子講 實務上也很常見 如果今天辦一般的利息 照一般的公定的行情的利息就可以 為什麼要特別去處理銀行借貸利息 而這2千萬是不是這個詐騙集團作為融資使用 因為這個金流是進去的 徐曉星的講法 而他去喬了 徐曉星會回答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這一筆2千萬有可能是作為詐騙集團融資使用 那你去喬銀行給你的利息優待是多少 他要回答出來 等一下我們一般人可以去跟銀行話 所以是因為徐曉星他是立委的身份 他才有辦法去喬這個利息嗎 可能是民意代表 所以他下一個回答就是要說 一般人 剛剛主持人特別講到 一般人可以跟銀行喬利息嗎 那你今天徐曉星為什麼可以去喬利息 你喬到利息是多少 一般人有這樣的優惠嗎 這個都是徐曉星要講的 他說他如果利用職權去參與這一段事情 他要退出政壇 他要辭職 今天這個問題是他自己帶出來的 他有去銀行喬兩千萬的利息 而這兩千萬處理的利息裡面 利息銀行給的利率是多少 有沒有低於一般行情 第二個 如果今天不是你民意代表的身份 你一般人喬得到嗎 銀行誰理你啊 沒有錯 所以徐曉星必須回答這個問題 過去徐曉星不是見神殺神 見佛殺佛嗎 好看到什麼就要連連看 看到這個IMB詐騙 就說陳歐柏需要退選 那你看看如果連到自己 那個時候IMB詐騙案說 鄭文燦跟詐騙有關係 那自己呢 自己現在連上了 就哭倒在傅崑崎懷裡嗎 戰神變哭神嗎 白居易有一首詩啊 叫做同事天涯淪落人 所以為什麼徐曉星會哭倒在傅崑崎呢 兩個人現在都是淪落人 傅崑崎你看 最近事情多不多 花林的地震 對不對 說強迫利益 每個人要捐兩萬塊 對不對 然後他的這個九五至尊的 這個豪宅被曝光 然後家裡面的禮盒 倒了一地 然後破到臉書上 後來發覺 被他發覺哇怎麼收李大戶 一連串的事情 欸 傅崑崎有沒有哭 傅崑崎也哭啦 傅崑崎也掉淚啦 今天算誰掉淚 算徐曉星掉淚 所以兩個人互相呼呼 呼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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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曉星 所以說同事天涯淪落人 下句是什麼 相逢何必成相識 我們相逢 但我們過去 過去不成相識 兩個人是心頭沒路嘛 我剛剛講過 徐曉星曾經批評 傅崑崎是國民黨的病毒嘛 所以我們過去我們是沒有 我們兩個人是敬畏分明 我們兩個人沒有往來喔 可是今天他抱在一起哭嘛 所以我真的覺得啦 真的是十年河東 十年河西 過去徐曉星對傅崑崎 是負面的批評 這時候互相相如以沫 抱在一起 兩個人互相掉眼淚 博得什麼 博得媒體的關心 博得大家的同情嘛 但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事情不在大小 關鍵在你的態度 你先對這個事情 你的第一反應是什麼 為什麼剛剛我們在討論這麼多呢 你說你跟你的大姑 你跟你的大姑的先生 兩三年都沒有互動 結果你想切割 你想斷尾求生 甚至你還說 那個叫杜先生 還會跟你開槍 然後杜先生好像跟你 跟你沒有什麼關係 結果杜先生就是你大姑的先生 那怎麼會用 好像一個陌生人 用一個第三人生的方式 來撇清關係呢 所以我會覺得 你一開始就承認嘛 對啊 這位是劉小姐 劉項杰是我先生的姐姐 是我大姑對不對 然後這個杜成柏 是我大姑的先生 講清楚說明白嘛 何必在那邊切割 然後冰箱被他一一挖出來 一一挖出來 你又要顧左用而言 他還說我大姑被家暴 被迫參加詐騙集團 大家會覺得跟你 徐小新的形象不同 第一個 你的口才伶俐對不對 你態度強勢 怎麼可能會允許你的大姑 殺到家暴 甚至被拿槍威脅 他覺得不可思議 你是中央民國的立法委員 你可以質詢警政署長 你可以跟警方協調 你是台北市議員 你也可以質詢 台北市警察局局長 怎麼可能會允許這種事情 在你的家裡發生 大家覺得跟你的身分地位不符合 第二 跟你過去的言談 跟你的行為 跟你的態度也完全不同 然後大家會覺得 為什麼會如此 所以就是 言以律他 寬以 寬以待 沒有寬以待己 言以律他 所以太雙重標準了 雙標 包括一張照片 鄭文燦的一個影片 就是說鄭文燦一定有什麼 或者陳歐破一定有什麼 用一張照片來連連看 那你看那連繞自己 因為現在看起來不只是連連看 這個關係好像更加的深 對 就是去年11月17號 許小新商只要選立委 他有一個所謂的社群之業 結果發掘 這個社群之業的承包的廠商 叫做委泰創意行銷 而這個行銷公司 就是他大姑占了一半股份 另外一位是陸小姐 那就大姑只會說 你說你跟你大姑不熟 結果為什麼這個活動 是由你大姑的公關公司所做 他說沒有啦 我們只有做一些 而且他大姑還說 那天遇到了謝榮介 我說謝榮介台語非常溜 予以稱讚之詞 然後你現在又切割說 沒有我們只是在做一個 什麼頭髮的裝飾 髮型的設計等等 就是在那邊切 但是問題是 這家公司就是你大姑的公司 而且占了一半的股份 這我會覺得 今天很多問題 看起來他都是想用斷尾求生的方式 用切割的方式 可是切的不乾淨 反而引發的是更多的質疑 那另外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為什麼你們一家人都在改名字 徐曉星自己改過名字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他的先生叫劉彥禮 之前的名字叫劉濟勳 也改過名字 他大姑也改過兩次名字 他大姑的先生改過三次名字 你們家是怎麼樣 是改名字 你們是改名字專家 他必須直接拼命改名 但有人說改名字是為了改運 但是問題是他會覺得 改那麼平凡 可能不是為了改運 可能是為了是 怕被人家順藤摸瓜 是不是因為為了方便 你做詐騙活動 所以在改名字改那麼平凡 所以我覺得這種種 都讓大家覺得 有點不可思議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徐曉星 你就好好來面對 你現在又拿了什麼同婚的照片 同志的照片 在那邊想要轉移焦點 但是大家都會去找出 這件事情 這件詐騙案 到底跟你徐曉星有沒有關係 你看喔 阿苗就說了 徐曉星黑白部分品性低烈 為什麼呢 曾經諷刺詐騙受害者 是因為貪小便宜才上當 苗博也很生氣說 那你怎麼沒空勸志卿家人 不要貪心詐騙呢 確實 這也是他在凸顯 這個徐曉星有雙標的問題 那為什麼這個案子 我覺得比較嚴肅的 反而是銀行貸款那一段 是因為全案現在進入偵查中 檢察官為什麼要生押 就是徐曉星的大姑 然後姐夫 這些相關人 因為生押就避免他們串政 他們後面的金流是追查的重點 目前現在是徐曉星自己揭露的嘛 也就是說 這一個詐騙嫌犯所有的公司 後面有一筆兩千萬 是來自於徐曉星的婆婆 而徐曉星在這裡面的角色 是協助去處理她的利率 所以後面 檢方在辦案一定會往上去查 一般來講 為什麼今天一般的這種詐騙集團 他需要這樣的一個資金 很常見的就是真的是拿去換 你一開始要給人家填頭 人家才會持續的上當 所以前面的這個資金的來源 會是查的重點 它有可能來自於 你是不是洗錢的共犯 對 追查他是不是詐騙的共犯 所以給資金的人 他一定會去查上面的金流 至少有兩千萬是徐曉星自己坦承 來自於他的婆婆 而這裡面的兩千萬是來 如果是他婆婆從銀行借出來 這裡面的利率有沒有異常 因為一般來講的利率 能夠談優惠到多少 而且他還有一段 沒有講到單保品 一般來講如果是信用貸款 不可能兩千萬 兩千萬他的單保品是什麼 一般來講可能會有一個豪宅 或者是比較鮮有價值相當 所以兩千萬他的單保品是什麼 徐曉星要拒絕 那如果後續他是說沒有還錢 那如果說真的是有詐騙所得的 一個feedback呢 我要這樣講 今天要去追查這一段是說 他是借貸 還是他其實是投資 如果我今天是投資給詐騙集團公司 進了兩千萬 他的獲利是什麼 這個東西檢察官在查很容易 第一個 你如果是借貸 有沒有借貸契約 第二個 你如果是借貸 你利息如何約定 每個月有還款的利息 那我可以當作你是借貸 如果都沒有 空口說白話說我兩千萬 而對銀行的利息 又經過徐曉星 名義代表身份去瞧過 或者處理過 他的拿到這邊的利息相對低 我可以給他做使用 給詐團所有的公司做使用 這個金流往上一查 以後 我認為檢察官現在已經積壓了 積壓代表一件事情 兩個月內 他會有一定的進度 積壓完兩個月內 他有相當的進度 如果不行 我再延壓一次 我兩個月內如果進度做完了 我就可以起訴 我前面的金流 徐曉星幫忙去處理 利息的這個兩千萬金流 是徐曉星必須要去面對 解釋清楚的